2月14日,中纪委官网发表的文章写道,习近平无论内政外交、国防事务有多忙,对中纪委长报的事项,都作出批示指示,为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斗争,提供了行动指南。 香港东网刊登署名评论文章,分析中纪委和重要部门纪委人员配置,以及习近平与王岐山,在防抚当中的角色。 文章认为,中共十八大之后权力体系的重组中,纪委系统的做大做强,是突出特点之一。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依靠果决的形式魄力,让中纪委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强势的监督机构。 但是,按照中共十八大以来,对从严治党职责的划分看,反腐的主体责任归于中共各级党委书记,监督责任归于纪委书记。 至此,文章认为,中共党委书记才是反腐的第一负责人,纪委更多是执行角色,以此类推,在中央层面,习近平才是反腐最高掌舵人。 中纪委网站日前刊发多篇文章强调,反腐是中央亲自领导的工作,被认为也说明了这一点。 文章还从纪委系统中,习的亲信人员的配置,说明以上观点。 近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回京,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李书磊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笔杆子,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辅助师校长习近平。 中共十八大后,又外放在被认为习近平政坛根据地的福建,历练意味明显。 在地方各省市之中,北京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李书磊单干北京纪委书记,被认为不去登林青云之梯。 另一个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纪委官员是中共原公安部,纪委书记邓伟平,在最近纪检派驻机构改革中,国务院部委的纪委,统一改组位纪检组,邓伟平改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 邓伟平出身福建,曾在中共福州市和福建省政法系统工作多年,后卫调中共广西纪委书记,并在2015年调赴公安部。 中共公安部是中共国家不为例规模和职权,都属于属二的重镇,其重要性被认为与北京,在地方省市中的地位类似。 还有,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杜,也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他是习在上海任职时的部下,2014年初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上升任中纪委副书记,先分管派驻机构,并兼任中纪委机关党委书记,中共纪检监察学院院长等要职。 文章说,习这些亲线分掌重要纪检岗位,从侧面体现了习近平,亲自抓反腐的表现。 王岐山的一大批老部下,被招到纪委旗下,增强反腐战斗力,也被外界广泛关注,尤其是来自北京市的官员更被瞩目。 现任中纪委秘书长杨小超,监察部副部长孝培,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组组长赵方彤,辽宁省纪委书记,林多,都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 据称,当年王岐山任北京市长的时候,孝培增陪同王出席许多外事场合。 孝培上任中纪委宣传部部长一直后,迅速推出中纪委的客户端,第一时间发布落马官员新闻,披露中纪委的一些反腐内幕,常常成为各大媒体,头条消息的素材来源。 除上述人员外,还有多名中纪委要员与王岐山关系非同一般。 李小红曾是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13年以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身份,担任首轮巡视组组长,当年11月首轮巡视后,即被留任中央巡视小组办公室主任,该小组组长正是王岐山。 董红,原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曾相后在广东,国务院提改办,海南,北京等多地与王岐山共事。 2013年首轮巡视期,董红就一直在中央巡视组工作,从副组长到组长参与多能巡视。 崔恒现任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过去曾在北京给王岐山做过秘书,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2007年2月后,崔恒还曾是现任中央巡视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晓恒的副手。 2015年7月2日,王岐山主持的2015年第二轮中央专项巡视启动,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女官员杨逸文被任命为第二巡视组副组长。 据披露,当年王岐山担任北京市长期间,由北大法学系学历背景的杨逸文,是北京东城区区长,与王氏上下级关系,二人长打交道。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和王岐山合作,在反复打鼓方面创造了许多外界,难以预料的奇迹。 从虚财后被突然抛出,到国国雄紧跟入龙,从朱永康公开受审称为国籍死老虎,到领计划郎当入狱,无不让外界感到吃惊。 之所以能够取得以上战果,外界认为,除了习近平和王岐山手下,各有得力干象之外,与二者的互信默契,密切相关。 习近平说,反腐上不封定,王岐山呼应,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说,对腐败林容忍,王岐山则呼应已,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提出2016年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 2016年1月7日,王岐山在中纪委网站上又紧跟,持独扑松,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 在2016年1月12日最新关于反腐的总结中,习近平说反腐败,已经出现压倒性态势,其后,王岐山在中纪委网站联发文章讨伐胆大妄为者。 外界分析,2016年或是习近平、王岐山反腐的决战之年,二者如何配合拿下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中级老虎,是今后看点。 编辑部在北京的海外多维网,原因观察人士表示,综合相关的内容来看,这些细节其实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也就是进一步明信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时间的分工配合。 此前外界多认为,在习近平在坐镇指挥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中共反腐的具体操刀者。 近期这些信息则意味着,王岐山的角色分量依然不可忽视,而习近平对中纪委的反腐工作有着比外景观感中更直接的指挥控制。 2014年11月14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本平在中纪委官网做在线访谈时透露,18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五次听取巡视情况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每一次都发表重要讲话,为巡视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王岐山出席并主持中央巡视组工作动员部署会议的官方报道中,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已呈常见动语。 多维网分析,近年来,腐败问题已经危及中共执政根基。因此中共十八大后,反腐党舰,是习近平一介执政者的使命责任,和工作重心之一。 但在另一方面,反腐毕竟是中共内部操刀之举,影响面大,而且具有一定的难度与风险。 中共中央集体坐镇督导,中共总书记亲自决策指挥调动,也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制度性安排。 而由于习王之间的默契配合,王岐山即使也代表了习近平的反腐意志,还有,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杜,也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他是习在上海任职时的部下,2014年初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上升任中纪委副书记,先分管派驻机构,并兼任中纪委机关党委书记,中共纪检监察学院院长等要职。 文章说,习这些亲信分掌重要纪检岗位,从侧面体现了习近平,亲自抓反腐的表现。 王岐山的一大批老部下,被招到纪委旗下,增强反腐战斗力,也被外界广泛关注,尤其是来自北京市的官员更被瞩目。 现任中纪委秘书长杨小超,监察部副部长孝培,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组组长赵方彤,辽宁省纪委书记,林多,都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 据称,当年王岐山任北京市长的时候,小裴增陪同王出席许多外事场合。 小裴上任中纪委宣传部部长一直后,迅速推出中纪委的客户端,第一时间发布落马官员新闻,披露中纪委的一些反腐内幕,常常成为各大媒体,投桃消息的素材来源。 除上述人员外,还有多名中纪委要员与王岐山关系非同一般。 李小红曾是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13年以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身份,担任首轮巡视组组长,当年11月首轮巡视后,即被留任中央巡视小组办公室主任,该小组组长正是王岐山。 董红,原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曾相后在广东,国务院提改办,海南,北京等多地与王岐山共事。 2013年首轮巡视期,董红就一直在中央巡视组工作,从副组长到组长参与多能巡视。 崔恒现任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过去曾在北京给王岐山做过秘书,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2007年2月后,崔恒还曾是现任中央巡视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小红的副手。 2015年7月2日,王岐山主持的2015年第二轮中央专项巡视启动,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女官员杨一文被任命为第二轮中,习的亲信人员的配置,说明以上观点。 近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淑磊回京,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李淑磊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笔杆子,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辅助时任校长习近平。 中共十八大后,又外放在被认为习近平政坛根据地的福建,历练意味明显。 在地方各省市之中,北京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李淑磊担干北京纪委书记,被认为不去登林青云之梯。 另一个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纪委官员是中共原公安部,纪委书记邓伟平,在最近纪检派驻机构改革中,国务院部委的纪委,统一改组位纪检组,邓伟平改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组长。 邓伟平出身福建,曾在中共福州市和福建省政法系统工作多年,后卫调中共广西纪委书记,并在2015年调赴公安部。 中共公安部是中共国家不为例规模和职权,都属于属二的重镇,其重要性被认为与北京,在地方省市中的地位类似,真是组副组长。 据披露,当年王岐山担任北京市长期间,由北大法学系学历背景的杨逸文,是北京东城区区长,与王氏上下级关系,二人常打交道。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和王岐山合作,在反复打鼓方面创造了许多外界,难以预料的奇迹。 从虚财后被突然抛出,到国国雄紧根入龙,从朱永康公开受审称为国籍死老虎,到领计划狼当入狱,无不让外界感到吃惊。 之所以能够取得以上战果,外界认为,除了习近平和王岐山手下,各有得力干象之外,与二者的互信默契,密切相关。 习近平说,反腐上不封定,王岐山呼应,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说,对腐败林容忍,王岐山则呼应已,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提出2016年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2016年1月7日,王岐山在中纪委网站上又紧跟,持独撲松,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 在2月14日,中纪委官网发表的文章写道,习近平无论内政外交,国防事务有多忙,对中纪委承报的事项,都做出批示指示, 为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斗争,提供了行动指南。 香港东网刊登署名评论文章,分析中纪委和重要部门纪委人员配置,以及习近平与王岐山,在仿佛当中的角色。 文章认为,中共十八大之后权力体系的重组中,纪委系统的做大做强,是突出特点之一。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依靠果决的形式魄力,让中纪委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强势的监督机构。 但是,按照中共十八大以来,对从严治党职责的划分看,反腐的主体责任归于中共各级党委书记,监督责任归于纪委书记。 至此,文章认为,中共党委书记才是反腐的第一负责人,纪委更多是执行角色,以此类推,在中央层面,习近平才是反腐最高掌舵人。 中纪委网站日前刊发多篇文章强调,反腐是中央亲自领导的工作,被认为也说明了这一点。 文章还从纪委系统办公厅主任,2013年以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身份,担任首轮巡视组组长,当年11月首轮巡视后,即被留任中央巡视小组办公室主任,该小组组长正是王岐山。 董红,原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曾相后在广东、国务院体改办、海南、北京等多地与王岐山共事。 2013年首轮巡视期,董红就一直在中央巡视组工作,从副组长到组长参与多能巡视。 崔恒现任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过去曾在北京给王岐山做过秘书,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2007年2月后,崔恒还曾是现任中央巡视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晓宏的副手。 2015年7月2日,王岐山主持的2015年第二轮中央专项巡视启动,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女官员杨毅文被任命为第二巡视组副组长。 据披露,当年王岐山担任北京市长期间,由北大法学系学历背景的杨毅文,是北京东城区区长,与王氏上下级关系,二人常打交道。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回京,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李书磊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笔杆子,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辅助时任校长习近平。 中共十八大后,又外放在被认为习近平政坛根据地的福建,历练意味明显。 在地方各省市之中,北京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李书磊单干北京纪委书记,被认为不去登临青云之梯。 另一个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纪委官员是中共原公安部纪委书记邓卫平,在最近纪检派驻机构改革中,国务院部委的纪委,统一改组位纪检组, 邓卫平改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 邓卫平出身福建,曾在中共福州市和福建省政法系统工作多年,后卫调中共广西纪委书记,并在2015年调赴公安部。 中共公安部是中共国家部美丽规模和职权,都属于属二的重镇,其重要性被认为与北京,在地方省市中的地位类似。 还有,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杜,也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他是习在上海任职,2月14日,中纪委官网发表的文章写道,习近平无论内政外交,国防事务有多忙, 对中纪委承报的事项,都作出批示指示,为大赢这场输故起的斗争,提供了行动指南。 香港东网刊登署名评论文章,分析中纪委和重要部门纪委人员配置,以及习近平与王岐山,在仿佛当中的角色。 文章认为,中共十八大之后权力体系的重组中,纪委系统的做大做强,是突出特点之一。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依靠果决的形式魄力,让中纪委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强势的监督机构。 但是,按照中共十八大以来,对从严治党职责的划分看,反腐的主体责任归于中共各级党委书记,监督责任归于纪委书记。 至此,文章认为,中共党委书记才是反腐的第一负责人,纪委更多是执行角色。 以此类推,在中央层面,习近平才是反腐最高掌舵人。 中纪委网站日前刊发多篇文章强调,反腐是中央亲自领导的工作,被认为也说明了这一点。 文章还从纪委系统中,习的亲信人员的配置,说明以上观点, 近平和王岐山合作,在反腐打鼓方面创造了许多外界,难以预料的奇迹。 从虚财后被突然抛出,到国国雄紧根入龙,从朱永康公开受审称为国籍死老虎,到领计划狼当入狱, 吴不让外界感到吃惊。 之所以能够取得以上战果,外界认为,除了习近平和王岐山手下,各有得力干象之外, 与二者的互信默契,密切相关。 习近平说,反腐上不封定,王岐山呼应,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说,对腐败林容忍,王岐山则呼应已,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提出2016年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 2016年1月7日,王岐山在中纪委网站上又紧跟,持独扑松,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 在2016年1月12日最新关于反腐的总结中,习近平说反腐败,已经出现压倒性态势。 其后,王岐山在中纪委网站连发文章《讨伐胆大妄为者》。 外界珍惜,2016年或是习近平、王岐山反腐的决战之年,20时的度假, 2014年初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上升任中纪委副书记, 先分管派驻机构,并兼任中纪委机关党委书记、中共纪检监察学院院长等要时。 文章说,习这些亲信分掌重要纪检岗位,从侧面体现了习近平亲自抓反腐的表现, 王岐山的一大批老部下,被招到纪委旗下,增强反腐战斗力, 也被外界广泛关注,尤其是来自北京市的官员更被瞩目。 现任中纪委秘书长杨小超,监察督副部长孝培, 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组组长赵方彤,辽宁省纪委书记、林多, 都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 据称,当年王岐山任北京市长的时候, 孝培增陪同王出席许多外事场合。 孝培上任中纪委宣传部部长一直后, 迅速推出中纪委的客户端, 第一时间发布落马官员新闻, 披露中纪委的一些反腐内幕, 常常成为各大媒体,头条消息的素材来源。 除上述人员外, 还有多名中纪委要员与王岐山关系非同一般。 李小红曾是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的市政府副秘书长。